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OnlyLady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黄子涛 祝大家新年快乐 我觉得从头到脚都特别气和 个性也气和 会比较既简单 但是又 看起来其实 并不是那么的低调 也带一次有一点点的奢华 但是 还是很 又是很随意的那种感觉 这个项链 其实挺注重的 但是 因为现在可能拍戏的人 也没有太多时间去 戴项链什么 但有的时候生活当中和机场 有时候会 比较喜欢戴项链 破音嘛 很多有意思的 其实都会被节目做剪除 就是应该没有什么道路 Dancer跟 Artist 其实还是有差距 就是跳舞的时候的感觉 跟表情上的管理和一些 自己自身发出来的魅力 但是呢 我参加了这个节目之后 我发现 其实这些Dancer他们身上 都有着很 就是说不清楚的那种光环 但是就是那种光环是只有在他们开始听着音乐 开始跳的那一刻才会展现出来 所以有很多的Dancer他其实身上没有光环 但是他跳的时候 可能你会觉得他跳的真的技术什么都OK 就是觉得没有什么魅力 他吸引不到 但有的人可能技术没有这个人好 但当他跳的那一刻 他的表现能力 跟他自己自身散发出来的魅力就能牵引到 就是其实 其实谢小飞跟我其实差距特别大 你们看到的角色也好 还是综艺也好 包括《真正男子汉》 那真的 我为什么去上这个节目 是因为 我是真的把我自己的人生放在里面 也是因为 我有每一个阶段都不一样 你说我上《真正男子汉》的时候 我拍的戏是大话稀有 但那个人物的个性就是那样 所以是那个人物把黄子涛给吃了 所以我在自己看《真正男子汉》的时候的那个男主角 我都觉得那不是我 你明白什么意思 对 他其实跟戏的阶段有很大的影响 这个是我自己都控制不了 可能如果没有单话稀有 你们看的《男子汉》就一点意思都没有 然后也是我愿意把我自己的性格 幽默的这一点展现出来 因为我为什么上这个东西 我想要让观众看到我的时候 让他们笑 我觉得这是综艺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说当别人看到我的时候 他可以笑 我能给大家带来开心 这是一种我的荣幸 一个人如果能让身边的人 能让看到你的人开心 这是一个很伟大的事情 我觉得 所以我会把很多现实当中 很多幽默的点 或者是我看到我观察过的人 他们说话的时候 还是他们的表情和他们的动作 我会带入到戏里面 我觉得这是一个演员该做的事情 你们说是本色出演 可能你们会觉得跟《真正男子汉》比较像 或者跟我上综艺的时候比较像 综艺是一个我 电视剧里面是一个我 但现实又是一个我 抽四分 这个没钱 我可以打开圈子 没钱 有没有钱 有钱哪 哪有钱 第一份就抽到现金 十块钱 墨写任一句歌词作为新年轻 我是雷神神变 神变天将九天来 我是闪电霹雳一生真死海 这是雷神突击队的队哥 特别正能量 行 就是我唱的有点不好 又一个 最想拥有的超能力是什么 为什么 我其实特别喜欢时间暂停 这个 就如果我能让时间到回 时间前进 时间暂停 控制时间 我想回到任何一个阶段 未来过去 我想要这种能力 你想回到哪个阶段 现在暂时还不大想用 对 因为我觉得我走到现在 其实都是一切顺其自然 听天由命过来 就是每一步 不管是挫折也好 还是最低谷也好 我觉得都是老天给我的一个历练 如果我坚持过去了 我就有今天的成绩 如果我坚持不去 坚持不过去 我可能现在已经放弃了 今年春节是在剧组过的吗 怎么过的 最难忘的一次春节经历是什么 今年的春节是在剧组过的 然后也就去休息了半天 然后怎么过的 就是自己在房间 跟那个 我们组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演员 王子彤 我们两个人喝了酒 喝了红酒 小时候过春节就特别热闹 就是跟表哥 年味特别浓 跟家人一起吃饭 放鞭炮 欺负我弟 就是你知道我 我跟我表哥 江鹏 我们俩从小就特别好 我们特别亲到现在也是 然后 我俩小时候就特别爱欺负我弟弟 然后上过春节的时候 我跟我哥炸 那个时候我是没 就是很小的时候 就五六岁 那时候谁不知道 那时候就是 把那个彩雷王你知道 把他彩雷王插在那 然后点点完了 炸炸完了以后 我因为我跟我哥都躲得特别远 也不知道我弟为什么 就是非得炸在原地 好我们都不知道他被炸到他身上 我们都不知道 然后回到老爷家以后 就他妈就说 什么问我 然后我跟我哥说哥怎么那么丑 说你才是 我哥说没有 然后过了一会儿 我三姨就过了 你个修孩子 你才是 我说 其实他没踩 就是那踩雷王把那 炸的一身 这是我从小到大到现在 经历最难忘的一次过年 你明白 就是我从小到大 最难忘的一次就是欺负我弟那次 也没心思飞 也不是为了要炸他 他不跑 那我跟我哥跑 他自己飞占原地 炸了一身